阿餘 純電動車在2012年時 只買到12萬 但10年後至21年時 每星期買取的電池數量 都不止這個數字 足以證明汽車業界的大勢所吹 其實歐洲以及日行各大車廠 很多因應新的廢氣排放規定 相繼宣佈停止研發汽油車的期限 加上香港政府也提出 203年停止新登記的燃油車 就會明白為何香港 越來越多人會選擇電動車 我想很多時候 大家走出街馬路上看到 近幾年越來越多電動車 其實不用問都知道 電動車是一個大趨勢 我想問Rain你們 其實對於發展重心來說 有沒有轉移到呢 有的 其實近這兩年 我們看到香港的電動車的滲透率 是越來越高的 所以在我們寶馬這個品牌 和Mini這個品牌的發展 都會去回應這個市場的潮流 引入更多的電動車款 其實市場上 電車的接受程度非常高 其一是政府的稅務補貼 非常之優惠 優惠 另一個就是油費高昂的原因 相對來說 其實充電的成本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看到未來的趨勢 包括我們的訂單數字也好 都顯示到電動車已經成為 我們銷量的主流 大家可能會看到 運銷柱的登記數字 似乎汽油車也還有一定的量 其實我們看到 市場上也有一個供不應求的情況 現在電動車通常都要等9個月 甚至1個月才可以拿車 沒錯 所以其實電動車的登記數字 會有一些延後發生 所以大家可能會看到 下半年 2023年、2024年 大家看到電動車的登記數字 會繼續快速地增長 確實是充電問題 亦有很多買家 跟我們的前線人員交流時 都會提出的一些觀點 或者至少一些方案 其實我們都看到坊間 亦有很多充電的公司 提供家用的充電方案 確實有條件可以做到家用充電 基本上充電 對電動車車來說 完全不成為一個問題 現時香港電動車私家車的登記 大約三萬多架 可以看到數量是日益增加的 但直至到2022年中為止 介紹快車和中車方面 大數量是三千多個 比你算晚車 也不夠五千個 還未算 如果這麼不幸 遇上泊車電霸的話 隨時充電的話 也要排隊 如果以上種種的原因 是讓你選擇電動車卻步的話 坊間都有公司幫助你 在我旁邊的就是Derek 先問一下Derek 為何當初有EV充電計劃的服務 其實我們公司在2016年成立 當時電車是六千多部的數量 但我們看到香港政府 和全世界都在說減碳的排放 亦希望大力推動電車發展 所以我們看到電車發展 除了車廠要推出新型號之外 另一個痛點就是充電的服務 如果沒有充足充電的設施 其實很難會做到 每個車主都想改造電車 當時香港電信和中電 就決定成立一個聯營公司 黑營公司 去推動電車的充電服務 說到換電車這件事 很多人都會關注 始終關於電線 會否有危險和不安全 其實這方面有甚麼可以保障用戴 首先我們公司團隊 有中電的工程師 有專業的建設 會在安裝電力設施方面 採用一個很高的標準 亦很有經驗 另外第二方面 我們在背後也有監控系統 即是我們全時可以監控到 究竟每座大廈電力的流量 會否影響電車 亦會安設一些流電的設備 如果真的突然電流升得很高 那我的流電的保護設備 會幫助不會影響電車 安全方面有信心 接著要選服務 究竟有甚麼服務可以選擇 其實我們的服務計劃 都是按用量去收費的 我們有三套計劃 我們有一個介入車收計劃 大概是平500公里左右 另外一個是真的達到1000公里 就真的適合平均的電車車主 是可以使用的 另外亦有些高用量 我們叫做無限用量計劃 基本上是任用的 但是你說 如果一些低用量 和中間的計劃 如果真的用多了怎麼辦 是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有一個 上升的計劃 是按時數去收費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 如果某個月份突然用多了的話 我們那個充電的服務 都可以照顧到你 只要有足夠數量的電車車主 願意去申請我們 如果我們剛才三個月費計劃 其中一個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投資 整套充電設施的所需費用 這個是對於管業署 業主流運發言最重要的 不需要出錢 不需要承擔風險 就已經有公司去承擔所有的責任 或者是金錢所需的費用 最後的保養維修 我們都會幫忙 尤其是所有的充電設備 一直永遠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服務特點 商業地方 譬如商場 我們有充電設備的服務 我們會在他們的停車場 建了充電設備的充電設施 其實大部分的電車牌子 都可以用我們的充電設施 是按時收費的 另外我們也會有不同的商業機構 管業署、商場、商業大廈 會幫他們建設充電設施 這行二月充電服務 是由香港電信和中電集團聯合提供 那麼中華電力在技術上 會如何協助用家呢? 我們的車位和電源 即是離電、中電的距離非常之遠 幸好我找到Smart Charge SC 原來他們屬於中電的夥伴 變成他們在線上 所有東西完全沒有困難 完全沒有難度 直接就已經可以幫我們 每一輛車都拉定一條線 方便我們業主購買電動車的時候 再幫我們拉到我們車位那裡 Smart Charge 背後有兩大團隊 包括中電和香港電信 兩家公司無論在電力和通訊方面 都是我們強大的後盾 讓我們可以有一個 一站升的全面方案供給我們的客戶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全天候的售後服務 包括每季我們會免費 上門為我們的充電器做相關的檢查 務求令到它的運作可靠、正常和安全 與此同時我們在設計方面都花了點心思 我們會在防水、防塵方面 選擇一些特別的物料 符合相關的國際要求的認可 我們選擇的電線都是選擇一些低煙無毒線 務求令到我們整個系統的穩定性更加高 好像看到我的設計在這裡 其實我在自己的安排時間的時候 就可以做電動車 有時如果我下午有空 我就可以下午電動車 但一般來說 我都是在晚上休息的時候 電動車到第二天早上就已經可以用到 在公共來說 我都看到很多問題大家在這裡要等待 例如我用這個Smart Charge 我只是一個one time fee 大約是幾千元就已經可以做到 相比起我用小型工程那些 要4、5萬元 相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減稅 過去兩年的經驗 他們每一季就會有 每三個月來我的Charger 做一些例行檢查 對我來說這個是很安心的 我們就會有我們的專業團隊 去跟相關的持份人士 去做相關的計劃書去跟他們談 包括是業主冷發團 或者是物業管理公司 那務求就不用個別的車主自己去煩 自己去簽很多名字 找不同的人 那我們就一站式 幫他們去談完所有東西 同時我們就會有中電的技術人員 幫他解決所有技術上的問題 變成車主自己本身就可能安坐家中坐定定 讓我們份計劃書給他簽名 就已經可以令到自己的電動車 有相關的充電系統 再加上我們有一個智能的電力管理系統 就可以應付將來日益增加的需求 務求我們這個系統可以比較持續性地 為我們的客戶服務 他們的經理也給了一些規劃圖 怎樣做法 跟我們的委員業務 都是講解了一次兩次 都不厭其煩地 讓我們深入一點去理解 都很詳盡 變成我們的業務也很滿意 對於日後他們買這個電動車的時候 所憂慮的充電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這項的私人充電服務 由2016年到今時今日 已經在全港的充電網絡 涵蓋了接近一萬個車位 如果你又不想跟你搶位充電 不妨考慮一下把充電位私有化 對於是 對於地位的充電 我們在全港的占數字 感谢观看